诶 舅舅 你回来啦 怎么突然来了 有事找你才来的啊 诶 那你最近都在忙什么 我刚拍完戏啊 这样超累 谢谢 好酷喔 好想象你们生活 你不用想象 不是人做的 大忙人 那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儿 嗯 好啦 我是在想 要怎么跟你们两个道歉 为我之前犯的错 为什么要道歉 我会错意了 什么意思 有什么话直接说没关系啊 就那健康食品啊 外公不是要我推给你们 我以为就只是这样 但他还有其他含义 什么含义啊 外公希望你们两个 以后不要再送啊 如果外公不喜欢那些东西的话 我们可以送其他东西 那不是送什么东西的问题 你们送再多 外公还是不能够理解啊 外公是想要说 等一下 如果又是那些很负面的话 你可以不用讲 你们两个自己会想象 外公是要我跟你们两个说 舅舅 你可以回家了 你说 自刚可以回家了吗 外公允许 你也可以一起 我 我也可以耶 喂 你刚刚说的是认真的吗 嗯 大家就要等你们两个回去 我去看看他 你坐一下 你坐下 不要哭 这不是很值得开心的事情啊 明天我们等一下 明天我们回醒我们家 明天我们就醒你家 明天我们都一起不加 明天我们就醒你家 嗯